近日 长平经济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是博治宏观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研讨会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一书展开讨论 作为该研究的主持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讨论会中介绍了本次研究的概况 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要太悲观 总体上来讲 它处在一个转型期 这里边呢 我在第一部分呢 讲了一个转型再平衡的条件和进程 特别讲是 所谓经济触地进入中速增长期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呢 就是从需求侧来看 就是高投资要触体 从供应侧来看呢 是去产能要到位 第三呢 就是从中长期来看 就是新的动力要形成 这三个方面的进展以后呢 就是中国经济啊 有一个大的一个判断呢 就经过六年的回调以后 就目前应该说是已经相当的接近底部 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呢 我觉得是不要太悲观了 尽管一季度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 带动投资增长速度与重化工业部门回升 并对去产能过程产生反复影响 成为进入中速增长期的阻力 但刘世锦认为 房地产投资需求已经触底 而在经济触底后 会初步形成L型底部的中速增长平台 这样的变化呢 其实并没有改变 就是房地产投资啊 就是它这个需求呢 已经触及历史需求峰值 这样的大的供求格局 而且所以的话 它时间不会太长 大家会看到的 也就是一个一个季度的增长 从二季度开始以后呢 实际上已经开始回调 如果下一个低点 比现在 比上一个地点还要低的话 它有可能呢 就这个经济啊 有可能还会下探 但是呢 也不会 底部不会太深 如果持平或者还有所上升的话 我们就考虑呢 会不会逐步的出体 这是大概第一部分呢 我重点是讲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判断 但是进入所谓触底以后啊 就不会出现所谓V型和U型的这样的翻转 而是说它的确切的含义 就是说它不会再下降了 终部构造一个这个L型的 就是底部的这样一个新的 实际上是中速增长这样的平台 财新网北京报道